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這個 有空來品嘗 是粉絲推薦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生意還蠻好的 在巷子裡 停車不方便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價錢算是很佛心的價錢 100塊以下 營業時間在這邊 還有一些小菜在牆壁上 那我要那個 海鮮 鍋燒意麵 然後加一份料 就是加料的 要加料的意麵是嗎 對對對 內用 內用 謝謝 然後我要蒸蛋跟那個鹹辣 謝謝 生意還蠻好的 感覺它這個量還蠻多的 感覺它這個量還蠻多的 好 那它這邊也有寫有這個 鍋燒海鮮雞絲麵 你有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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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 有 有 有 還有 就這個 感覺青菜都蠻新鮮的 還有飲料 現在就開始消除那一份 感覺相當豐盛 哇,太野給人多了 好,那現在就吃吃看了 滿滿的料 那我是加到中辣 但是有優點 有缺點 用餐的地方 好像 空氣有一個味道 好,那海鮮料都被青菜蓋住了 事實上料是非常多的 好,那現在吃吃看 這鍋上面真的很大碗 兩個人吃應該都夠 這個湯頭口味不錯 我想是以CP值取勝 好 辣的很過癮 味道真的是不錯 因為這個海鮮放的夠多 所以它這個 湯頭就很鮮甜 好,辣椒也夠辣 確實相當不錯 這樣130算是很便宜 很大碗 嗯 讚 我剛剛點了一個蒸蛋 老闆說是 現蒸的 所以要等一下 好,真的很棒 好,真的很棒 好,很棒 好,這個蛋 好,這個蛋 好,料真的是非常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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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,真的很棒 好,真的很棒 好,真的超棒 好,以CP值來講是滿分啊 好,真的超棒 好,以CP值來講是滿分啊 但消費上就可能更貼近各位朋友的生活價錢 那昨天就有朋友講說這個 有時候我常吃會吃的比較貴 不否認啦 那就感謝你的關心 我薪水才三萬多而已 但是希望各位朋友提供那個比較便宜CP值比較高的店 現在我吃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想要吃個好吃的海鮮麵 然後就選這一家 但是用餐環境就比較普攻一點 我上次吃那一家就是 好吃然後跟這個比的話東西比較少一點 但是用餐環境蠻舒適的 就看各位怎麼選 好那鮮美的海鮮湯頭 還有一點柴魚湯高湯的味道 配上這個豐盛的配料 這樣相當不錯 讚喔 好 相當不錯喔 好 滿滿的好料喔 但是要加辣比較能夠突顯出它的風味喔 好 真的很大份 好 才賣一百三 一百三老闆可能沒有什麼賺錢 哈哈 好 所以這個店裡就是一般 比較一般的上班族跟學生朋友 好 讚喔 確實不錯 但是用餐環境會扣十分 味道還蠻重的 好 那這個是正常高度 好 我已經吃很多了還是很多 一個大碗公的量 好 吃得飽飽飽 好 再來是這個現點現蒸的蒸蛋 這一定好吃 好 差點掉出來了 好 燙死人的燙喔 好 蠻好吃的 好 讚喔 好 讚喔 口味真的相當不錯 感覺裡面好像還有蛤蟆 這個蒸蛋蒸的剛剛好很滑口 好 這個 裡面是高湯 所以吃起來就是很順口 小朋友會喜歡的感覺 甜香甜香 好 那分數九十分 讚 好 最後這個燕拿 可以看到三十五塊這樣爆多了 真的是爆多 小小顆 但是好吃就ok 讚 好吃 小小小顆 小小顆 但是很入味 不味很鹹 然後 蠻嫩的 就是要有點稍微半生不熟 這樣才好吃 吃了 嗚呼 還有這個滿滿的蒜味 喔 真的很棒 算是相當佛心的店家 算是相當佛心的店家 可以常來吃 那外帶回去吃可能會感覺更棒 但是老闆是一份兩份組 所以可能稍微要等一下 然後附近停車不方便 然後基本上來說都還蠻不錯的 但是當然有優點有缺點就自己看 我就不多說了 好 請自己判斷說可不可以來用餐 那我覺得說還不錯 ok 然後這我就慢慢吃完 好 那總共是200元CP值很高 那就看各位朋友怎麼想 當然有優點有缺點 好 那像這個店家就是粉絲提供給我的 那與其在我的版面上跟我爭吵 誰高誰低啊什麼的 我覺得說 你覺得我吃的貴 那你就提供你的口袋名單給我 然後爭吵我覺得是不需要 反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心中的第一 就互相和諧的相處 然後你覺得 你希望我去吃吃看你心中的第一名 我也願意 大家就交個朋友嘛 然後我在吃了之後 再把我的想法跟各位分享 那當然 行不行的話 就有各位從影片中去判斷 還有實際去吃 去了解 那就希望跟各位朋友能夠和諧相處 那 人生短短幾個秋 不需要這樣子炒成說 好像 好像非常非常多仇恨啊 我希望說能夠平平靜靜 然後跟各位相處 那就這樣子 好 那講多就是這樣 好 那相當不錯啦 還有很多項目 烏龍麵阿 冬粉阿 海鮮粥阿 這些好幾種 老闆也蠻客氣的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開心的一天 然後我的影片真的能夠讓你有實際 受用的感覺 好 掰掰 感謝喔 感謝各位